说起袋鼠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而且袋鼠无论体型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有双强健有力的大长腿 再加上袋鼠多功能大尾巴的平衡支撑 使得袋鼠时常能够像人类一般轻松站立 袋鼠坚实的肌肉几乎占它整个体重的80% 这使得袋鼠有着得天独厚的战斗天赋 这只袋鼠正在和一只杜高犬激战 袋鼠前肢张开站立于水中迎战 凶猛的杜高犬朝着袋鼠不停的狂吹 袋鼠眼疾手快抱住杜高犬的脖子 直接把它按进水中 蒙圈的杜高犬挣脱后转了一圈 继续向着袋鼠扑去 还没站稳就被袋鼠再一次的攻击吓退 而此时杜高犬的同伴赶来了 转身上岸的杜高犬并不会信 依然没有放弃水中的袋鼠 但之前的吃亏使他开始小心谨慎起来 杜高犬沿着岸边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来的进攻位置 但他刚下水就被袋鼠的攻击吓退到岸上 他的同伴也是力不从心 杜高犬无奈却心有不安 在岸边来回徘徊后再一次下水 可迎接他的依然是袋鼠的岸头上 袋鼠机智的利用自己站立的勇势 在水中迎战狗子并非突然 这只袋鼠被两只黑狗追击 它临危不乱迅速跳入水中 并且渐渐地走进深水位置 但犬科动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游泳天赋 两只黑狗很快地追上了它 大战瞬间开启 袋鼠前只一把抱住面前的黑狗双臂 使劲一按 这只黑狗直接没入水中 另一只黑狗试图拯救同伴时 却没成想袋鼠直接放弃同伴 转身把它给抱住了 还是原来的套路 而它要救的同伴 此时却吓得直接逃走了 这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被袋鼠抱住的黑狗 已经完全消失在水平面上了 袋鼠为了把它按进水里使出了全力 除了头部以外 整个身体都沉入水中 求生本能的驱使下 黑狗不停地在水下挣扎 拼命地挣扎 使得黑狗不时地冒出水面 可刚一露头 就被袋鼠再次按入水中 此时远处看戏的同伴良心 发作前来相救 袋鼠迫于威胁松手 放了黑狗后转身逃走 被放开的黑狗 毫不犹豫地向远处逃去 刚才的激战 让它差点淹死在水中 而此时一只黑狗 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追击袋鼠 大家觉得 追击的黑狗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